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ChatGPT和谷歌旗下Bard等以消费者应用为中心的生成式人工智慧应用接连问世, 全球越来越多科技公司参与布局AI技术的热潮, 或将推动一场涨达十年的AI繁荣发展时代。 根据Mandeep Singh领导的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 预计到2032年,包括训练人工智慧系统所需BI晶片在内的生成式, AI市场总营收规模将从去年的400亿美元增长到1.3兆美元。 这一市场可谓十年间有望翻32倍,以高达42%的复合速度高速增长。 全球顶级管理资讯公司麦肯锡公司则表示, 生成式AI对全球生产力方面的影响可能将为全球经济增加数兆美元的价值, 或许相当于2.6兆至4.4兆美元的新增价值。 相比之下,英国2021年全年的GDP总量为3.1兆美元。 台积电的业绩基本面方面,首先去年第四季度盈利数据可谓大超市场预期, 第四季度台积电实现净利润2387亿元新台币,同比下降19%, 但环比增长13%,并且去年第四季度净利润好于市场预期的2241亿新台币。 在AI晶片火爆需求带动下,台积电第四季度实现总营收6255亿新台币, 折合200.8亿美元,上年同期则约为200亿美元。 这一初步数据,全面超过了台积电高管们,此前对第四季营收介于188亿美元至196亿美元的预估区间, 去年第四季度,营收与上年同期的历史高位水平基本持平, 同时大幅超过市场普遍预期。 分析师们普遍指出,台积电第四季度营收数据超出预期, 背后的逻辑主要在于全球科技企业对于AI晶片的需求持续激增, 以及PC和智慧型手机需求明显复苏。 其次,更重要的是,台积电提供的积极业绩预期可谓给那些习惯了低迷晶片市场的投资者所急需的强心剂。 这家为苹果和英伟达等晶片巨头代工的全球最大规模晶片制造商, 预计2024年资本支出为280亿至320亿美元, 中值超出市场预期的289亿美元, 并且预计今年营收规模增速将至少恢复到20%。 关于2024年第一季度预期, 台积电预计截至三月份的季度总营收 至少同比增长8%, 达到180亿至188亿美元, 区间中值超出市场所预期的约182亿美元。 由于全球科技企业对AI晶片的需求如此之高, 加之台积电的领导团队有信心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第一季度财务目标。 因此,基于台积电业绩日当日巨大涨幅以及大盘股市值压力可能导致涨幅受限, 进而简单地避开它可能不是合理的投资论点。 由于以AI晶片为重点的市场硬体需求将飙升, 做空台积电可谓风险非常高, 这一点甚至得到了华尔街明星分析师普遍认可, 他们无意人看空台积电。 转向华尔街, 台积电股票的普遍评级是强烈买入, 基于5个买入评级, 没有持有评级, 以及卖出评级。 这些华尔街明星分析师们的平均目标股价为138.60美元, 接近台积电历史最高点, 意味着未来12个月22.6%的上涨潜力, 最高目标价高达惊人的185美元。 另一个可能帮助台积电股价涨势战胜反对者的因素是诱人的市盈率。 尽管该公司的盈利状况相对强劲, 但基于其股价走势的过去一年市盈率仅仅为22.3倍, 这一数据远低于整个美股半导体板块30.6倍的平均市盈率。 此外, 该股的预期市盈率仅仅为18.4倍。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 台积电低估值不仅仅是一个算术层面, 它还有可靠的指标支持。 例如,台积电过去12个月的投资资本回报率ROIC高达21.04%, 这明显高于美股半导体板块仅仅2.6%的平均ROIC, 因此台积电估值可谓远低于整个半导体板块。 看涨台积电背后最最重要的逻辑则在于, 全球晶片需求正在或即将迈入需求全面复苏周期, 也及晶片行业景气度上行周期。 在夜级电话会议上,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表示, 由于宏观经济状况和库存调整周期, 2023年是全球半导体行业充满挑战的一年, 同时预计2024年行业将恢复健康增长态势。 在台积电公布业绩后, 华尔街投资机构Widebush写道, 过去4到5个月, 台积电对近期行业基本面的信心似乎有了显著改善。 他们认为, 这种更乐观的前景是基于对人工智慧晶片 带来的贡献日益增长的乐观情绪, 以及对2024年传统终端市场趋势, 比如PC和智慧型手机更强劲的逾期。 在台积电公布去年第四季度业绩前不久, 一些晶片行业领导者, 以及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以及半导体联盟均预计2024年, 全球晶片行业将正式迈入复苏阶段, 有望从新冠疫情后的极度低迷期, 正式踏入行业景气度上行周期。 最近几周,晶片制造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复苏迹象。 半导体行业协会,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统计数据显示,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下滑趋势后, 11月,晶片销售额出现增长。 知名市场研究机构IDC最新预测显示, 随着全球人工智慧AI、高效能运算HPC需求爆发式增长, 加之智慧型手机、个人电脑、伺服器、 器等传统终端市场需求回暖, 全球半导体产业预计将迎来新一轮增长旺潮。 IDC预计, 2024年, 全球半导体产业销售额将重回增长趋势, 预计年增长率将达20%。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公布的 2024年半导体行业展望数据显示, 预计2023年, 全球半导体市场将出现9.4%幅度的下滑, 不过, WSTS预计接下来将出现强劲复苏, 预计2024年将实现增长13.1%。 对于2024年, WSTS预测市场规模为5883.64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3.1%。 这也是对2023年春季预测增长11.8%的向上修正。 知名研究机构Tech Insights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 2024年将是半导体行业整体营收创纪录的一年。 整体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超过2022年的峰值。 未来十年, 市场规模将翻番, 创造超过一兆美元的收入。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